港版國安法上路一年多 香港有不少團體被迫解散 或是退出香港 十一號香港法輪大法學會 臉書專業表示 香港法輪功學員決定要撤出香港 不過遭到香港法輪功佛學會的會長 梁真誠來澄清 這是假新聞 論會表示港版國安法的雷厲風行 用於打擊香港各界團體 引發人性惶惶 呼籲相關各方不要再打壓一擊 每年七月 法輪功會在各國發起遊行 抗議中國對他們的迫害 不過在八月十一號 有一個香港法輪大法學會的臉書專業表示 香港法輪功學員決定撤出香港 引發議論 隔天一早 香港法輪佛學會隨即罰出聲明 譴責有人利用假帳號製造假新聞 會長梁真也在臉書強調 香港法輪功沒有打算撤出香港 但法輪功在中國被打壓的情況 是有所聞 今天在反迫害二十二周年前夕香港多位 親共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上發言施壓 香港法輪佛學社也早在二月發出相關公告 表明香港法輪功沒有任何官方的社交媒體帳號 如果會批評假訊息將製造香港混亂 更不應該用港版國安法打擊一擊 對於有心人散佈假新聞製造混亂 本會認為不妥 也針對港版國安法的雷厲風情 用於打擊香港各界團體 引發了香港社會人心惶惶 我們也呼籲相關各方誤在打壓一擊 尊重港人的自由人權等基本權利 誤讓香港的情勢一再惡化 對於香港修正入出境條例規定陸委會也請國人 審慎評估赴港的風險 如果在香港遇到困難 仍然可以與我駐香港辦事處聯繫 記者國財英辰柏玉台北報導